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我是小徐老师 不久前,美联储进行了四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我们交易之刃当时做了一期有关宏观方面的访谈 受到大家的关注 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 希望我们能具体的讲讲美联储降息 对我们的生活,对债券市场还有股市的影响 那必须马上安排 今天我还会为大家介绍九期和九期风险相关的概念 以及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对市场的作用 那在视频开始前,麻烦您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来先说说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经济保持健康的运转 他们要考虑很多方面的事情 比如通胀,就业率,GDP增长等等 那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两个 一个是控制通胀,另一个就是保证就业 我们要知道美联储调控的基准利率是什么 它其实指的就是联邦基金利率 简单来说呢,就是银行之间互相借钱的利息 当银行需要短期的借款 特别是隔夜的借款 来满足他们运营和法定的储备要求的时候 他们就要互相借钱 那这个借钱的利息呢,就是联邦基金利率 那当经济过热的时候 需求大于供给,物价开始飞涨 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加息 想通过提高借钱的成本来减少大家的消费和投资 来给经济降降温 像股票,房子,如果涨得太快 可能就会出现泡沫 美联储也会加息来抑制投机行为和过度的杠杆 反过来呢,当经济放缓或者陷入衰退的时候 通胀压力小了,美联储就会降息 目的就是刺激经济复苏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 降息通常是好事 比如贷款利息下降了 像房贷,信用卡这些都会变得便宜 但如果你有很多存款 降息对你就不友好了 存款利息会变低,收益就会减少 对于企业来说呢 尤其是小公司 降息呢会让借钱变得更便宜 他们负担也就更轻 能更大胆的去投资和拓展自己的业务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降息呢是有助于经济复苏的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 比如新冠疫情的时候 美联储也会迅速的降息 来防止经济崩溃 从而呢稳定了金融市场 还有就业的市场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更关心的就是 如果利率变了 我持有的美股或者美债 都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其实美联储降息 它最直接影响的 就应该是债券市场了 它对短期债券以及长期债券的影响 也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你手里持有的是几个月 或者是一年两年的这种国债 由于它的期限比较短 对利率变化也不是很敏感 所以当降息的时候 短期债券它的收益会小幅的下降 价格呢略有上升 但是幅度都不大 所以这些债券呢 风险是比较低的 而对于长期债券来说呢 比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种 它对利率的变化就更加的敏感了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很好地展示了 国债利率与价格之间的逆向关系 当利率从3%上升到4%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从图中的 1000美金下降到了750美金 而当利率下降到2%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会上升到 接近1500美金 那我们可以看到价格 会随着利率的降低而升高 也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下降 那这种反向的关系的原因是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新发行的债券 它提供了更高的利息 导致现有的较低利率的债券 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所以它们的市场价格就会下跌 那反之呢 当利率下降的时候 旧的高息的债券 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所以呢 它们的价格就会上升 在投资债券的时候呢 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我们了解 那就是97和97风险 什么是97呢 其实97就是用来衡量 你多长时间可以收回 你最初投资的加权平均时间 听起来呢 有点复杂 简单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把钱借出去 多久可以通过利息和本金 把这笔钱全都拿回来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假设你投资了100块钱的 10年期的债券 每年呢 可以收到5块钱的利息 虽然你的本金 要到第10年才能拿回来 但是每年你收到的5块钱利息 相当于提前收回了一部分投资 所以你实际回收资金的时间就比10年要短了 这就是97要帮我们计算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100块钱 大概要多久才能够通过每年的利息和最后的本金被收回 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公式 把未来发生的现金流按照收益率折现成限值 再用每笔现值 乘以距离该笔现金流发生时间点的时间年限 进行求和 以这个总和再除以债券的价格 那通过这个计算呢 我们可以得出 这个债券的97大概是8.11年 97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它还告诉我们债券价格 对利率的变化有多么的敏感 97越长 债券对利率变化就越敏感 比如说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长期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的更多 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叫97风险 97风险呢 也叫利率风险 这种风险指的是呢 当利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波动幅度有多大 对于那些持有97长的债券的人来说 比如10年期或者20年期的国债 那利率的变化呢 就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那比如接着我们刚才的例子 那当前的利率呢是5% 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 市场利率上升到6% 那么你持有的这张债券的限制 就会大幅的下降 因为市场上新的债券 提供更高的6%的利息 那你5%利息的债券 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用折线公式计算 你的债券价格可能会从 100美元下降到大概92块6毛4 也就是下降了大约7% 那与此同时呢 97也会从8.11年 缩短到8.02年 好我们再来看 如果同样是100元的5年期债券 初始利率为5%的时候 它的97约为4.55年 那如果加息变为6%之后 97就变为4.53年 债券的价格呢 也就约为95.79元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 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债券的下降下跌 而97风险使得长期债券 对利率变化更加明显 价格波动更大 所以在加息的环境中 那投资者就特别要小心 那些97比较长的债券 那为了应对这个风险呢 投资者可以通过几种方法 来管理利率风险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持有短期的债券 因为短期的债券呢 它的97更短 他们对利率的变化不太敏感 所以利率上升的时候呢 价格下跌的幅度就会比较小 或者呢 你可以分散投资 通过持有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 来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97风险 那我们刚才聊了 美联储降息对长期债券的影响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常见的观点 就是美联储降息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买入TLT 那这个说法真的对吗 TLT指的呢 就是20年期的一个美国国债的ETF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历史上 TLT的表现 那2018年呢 是TLT表现最差的一年 因为当年呢 美联储一年加息了四次 利息的上升呢 TLT的价格大幅的下跌 它当年跌幅大约有10% 2022年到2023年这个加息的周期呢 TLT也是大幅的下跌 然而在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是降息的周期 TLT的价格反而大幅的反弹 在2019年 全球经济放缓 还有贸易战 美联储再次降息 TLT表现的也是不错的 那所以说呢 回看历史 确实TLT 通常会在加息的周期大幅下跌 而在降息的时候会反弹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TLT它的走势 并没有像预期那样 随着9月份的降息而上涨 反而还在下降 那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呢 降息通常会对TLT有利 但是如果市场 它对未来它的利率 认为可能还会反弹 或者觉得美联储的降息力度 还不足以抵消其他经济的风险 比如通胀啊 财政的赤字啊等等 那投资者可能就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来对冲未来通胀的这个风险 这就会导致债券价格会下降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TLT在降息的时候 通常会受益 但是它的价格还要具体的 看市场的情况 以及投资者的心理 那由于长期债券呢 它持有的时间很长 那很多宏观的因素啊 比如说通胀 经济增长 就业的数据 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等等 都有可能间接的影响债券的价格 这些因素呢 很难预测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就是降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买入TLT 而这个说法不是绝对的 我们今天讲到了债券和利率 这里呢就必须要提到一个平时 我们经常看的一个图 就是美债收益率曲线 也叫利率曲线 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 降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通过观察曲线的形状 我们就可以推测市场 对未来的经济增长 通胀 还有利率走势的预期 那我们来看图 收益率曲线呢 它是一个图表 展示了不同期限 债券收益率 那横轴呢 就是它们到期的期限 从短期到长期 纵轴呢 就是收益率 在正常情况下呢 收益率应该是蓝色的这种 从左到右 也就是从短期到长期 向上倾斜的一个曲线 也就是说 长期债券的收益率 通常肯定是要高于短期债券的 因为投资者需要更高的回报 来补偿持有长期债券的这种风险 那这种情况呢 反映的就是一个健康的市场预期 投资者对预期未来的经济 认为会增长 通胀呢会上升 那如果这个收益率曲线 开始变平 变得平坦 也就是像绿色的这样 这就会让债券市场的参与者 开始担心 他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通胀 都感到不确定 或者是认为经济增长 可能会放缓 那红色的这个线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倒挂的利息曲线 向下倾斜 也就是说 长期债券的利率 反而低于短期债券的利率 这种呢就是因为市场预期未来经济增长 会减缓 甚至呢可能进入到衰退 投资者就愿意接受较低的长期收益率 来锁定一个更安全的长期投资 那倒挂的曲线呢 通常就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强烈的预兆 因为历史上每次的倒退 都和经济衰退密切的相关 我们来看这张图 当绿色线低于零的时候 就表示短期的债券利率要高于长期 这通常呢就预示着经济衰退的来临 那我们看到过历史上几次倒挂的情况 那第一次呢就是1978年到82年 当时呢石油危机引发了通胀 美联储加息 导致经济陷入了衰退 第二次呢就是88年到89年这会儿 为了抑制通胀 美联储加息过快 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 出现了这种利率的倒挂 第三次呢是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前 那收益率曲线也是倒挂 随后出现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 当时呢还有911事件的爆发 美国的经济就全面的进入了衰退 第四次呢是07年 次贷危机之前曲线倒挂 那预示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 第五次呢是19年 全球经济放缓 还有贸易争端导致了它再次倒挂 之后呢便是新冠疫情 那第六次呢就是最近的一次 从2022年7月 那由于疫情后 全球的供应链中断 还有俄乌战争等等的原因 美国的通胀率呢达到了10年来最高的水平 美联储呢就通过不断的加息来抑制通胀 尤其是大幅的提高短期利率 导致了短期债券收益率迅速上升 这一次的倒挂呢 一直到最近2024年9月6号才结束 那持续了两年以上呢 这就算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倒挂的记录 讲到这里呢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就是美联储它不仅仅会通过调息去影响经济 它还会在调息的基础上 通过量化宽松和量化紧缩 去进一步的影响债券市场 这两种方法呢 它就像是一个补计 是美联储用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 一个最后的特殊的法宝 那我们先来说量化宽松 当经济处于衰退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那传统的降息呢 已经无法有效的刺激经济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进行量化宽松 具体怎么操作呢 就是美联储自己会通过购买国债 通过增加流动性来刺激经济 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 经济急续下滑 市场非常的动荡 美联储当时呢 就除了将利息降到了 0%到0.25%的最低的水平 在2020年3月到2021年期间 美联储每月呢 都购买了约1200亿美元的资产 去支持经济 那这一政策呢 在促进经济复苏和稳定 金融市场方面 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那同样呢 除了加息来控制通胀 如果通胀的压力上升 甚至超过目标水平的时候 那美联储呢 就会实施量化紧缩 来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 来避免这种经济的过热的情况 那具体的操作呢 就是美联储它会停止再投资 或者是主动出售 持有的国债或者其他的资产 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说降息对股市的影响 降息呢 通常会被认为是推动股市上涨 原因很简单 因为借钱的成本降低了 企业融资呢 就更容易 他们就能更好的拓展业务 来提高自己的盈利 而且呢 在低利率环境下呢 债券这种固定收益的产品 它的吸引力就下降了 很多投资者呢 就会转向股市 去寻找更高的回报 但是这种关系呢 它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还要综合的去考虑 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经济的预期 投资者的情绪 还有其他的宏观因素 比如市场 普遍的认为降息是为了应对 经济放缓或者衰退 那股市的反应呢 可能就不那么的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呢 投资者会担心 未来的盈利下降 从而导致股市会下跌 我们可以在降息的时候 关注一下小盘股 通常降息的时候呢 他们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因为这些公司呢 它对经济复苏的反应 更加的敏感 历史上看呢 小盘股在利率下降的时候 往往能跑赢大盘 举个例子 像IWM这样的股票基金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联储大幅降息 以应对经济衰退 随后呢 小盘股表现强劲 从2009年开始 IWM从历史低点大幅反弹 它在2009年 它的上涨超过了20% 远超当时的标普500指数 那类似的情况呢 还发生在2019年 当时也是经济增速放缓 美联储再次开始降息 到了2020年 面对全球疫情的爆发 那美联储呢 迅速将利率降低至 接近零的水平 那虽然小盘股 在疫情初期受到了冲击 但是随着市场 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增强 IWM从2020年下半年 开始强劲反弹 全年的涨幅呢 达到了大约19% 所以总的来说呢 降息对股市 尤其是小盘股 通常都是利好的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像IWM这样的机会 好 今天为大家讲解了 美联储降息 对债势还有股市的影响 特别是如何通过97 还有收益率曲线 去理解债券价格的变化 还为大家介绍了 美联储量化宽松 和量化紧缩的制度 那如果您觉得 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麻烦您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 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拜拜咯